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心诚意 行善不一定要等到富有 即使身处贫困也能做善事 最重要要发自于内心 就算是一块钱的随喜功德 一句简单的赞美 一个随手捡食垃圾的动作 就是最好的善行 希望一开始能与大家来共勉 一同以诚心行善 为社会亲近祥和 贡献自己的力量 也相信为善之人 在行善当下的喜悦 是最真实 最永恒 也是最单纯的幸福 这是出自于烈圣宝经中的一句经文 天最喜 行善人 行善之方 在于成 好的 那我们翻开经书 一百三十三页 要瞬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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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又闻不地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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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次人名孙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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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血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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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新鲜 新鲜新鲜 跌向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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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段我们来复习一遍 腰顺依来 腰顺依来 时幽闻目递适 时幽闻目递适 依次人名孙仙 依次人名孙仙 化石化儒 化石化儒 新鲜新鲜 新鲜新鲜 跌向安禄 跌向安禄 那从经文里面提到了之后 提到说 从姚帝 顺帝 三皇 之后 又有文武治事 那这里的文武治事呢 是指文公武治 以外 也包含了周朝两位 非常有名的帝王 也是文王武王之后的治事 施行仁政 那由于这些圣王的人政教化 产生了宗教 关怀世间的百姓 所以他这里提到说 化世化儒 产生了儒道士 三教的信仰 人民 在这样的人政熏陶之下 心性啊 纯朴 而且善良 可以拥有 安居乐业的生活 福西神龙 轩辕皇帝 姚顺 文武治事 那百姓当时的生活 都还是非常的 淳朴良善 那又有了宗教的熏陶 圣王的人政 使得啊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相当的单纯 那本段的说明啊 在这边跟各位 跟各位做一个解释啊 林印真经在这一段里面 提到的是说 宇宙开辟之初 身为原始主器本体的 原阳上帝 无始天尊 他以其道体 产生道用 进而深化宇宙之间 一切的规准 使天地人三界 能够遵行 而不备 并以道体的高度 含色一切宗教 将儒家的圣王 与外溯的佛教 一并归入最高指导的原则 道 这样的体系之下 那众生虽然无法直接了解 道是不是存在 但由于本质清虚的道体 产生了儒家礼乐教化 此一人文 此一人文式的道用 进而使得百姓人民 可以得到熏陶 逐渐内化 才能够享受 安居乐业的生活 这是灵印真经这一段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 金氏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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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金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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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盘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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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億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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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丁 不丁 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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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允 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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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疑不疑 不值不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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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們這一段來 復習一遍 今時下平 今時下平 不禁三公 不禁三公 起蚊心心 起蚊心心 是惡無約 是惡無約 不中不好 不中不好 不仁不依 不疑不疑 不值不仙 不值不仙 在這一段裡面有提到了 就是說現階段的 這個時候人間的百姓眾生 不敬畏三公 這三公指的是什麼 日月星 不尊敬 不敬畏 這三公 而且帶著欺騙 傲慢的態度 奉勢神子 欺慢神聖 犯了十二等大罪 忤逆 這種種違反 剛常的一些事情 包含了 不忠於國家 不孝順尊長 對於待人接物上 不仁厚 做一些不合適宜的行為 對待萬物萬事 不仁慈 也沒有善良之心 等等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導致社會的氛圍 越來越敗壞 這是這一段的一個解釋 我們來看下一段的經文 輝雙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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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海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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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海中心 第四何仅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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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诸科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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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段来复习一遍 非凶物明 非凶物明 三海中心 第四何仅受中 第四何仅受中 受诸科聪 受诸科聪 这一段的解释是说 有些人违背国家的纪律 犯了很多大罪 毁坏损害众生 并且杀害他们的性命 所以这里说 毁伤物明 杀害众生 导致自己的福报 受命 被私命之神 列举 夺去 减少 浮尽受中之后 过往死亡以后 便到地狱受种种痛苦的民报 这是这一段的一个解释 所以过去在这一段情书里面提到说 当时的人 为什么受到百般的苦楚 无法自拔 可能大部分的原因 是自己犯了一些不好的罪 过世以后 还是必须来偿还 在《黎印正经》里面说 众生福尽受中 受诸苦楚 非常的痛苦 这个肉体离开了之后 还要到了阴朝地府 去受民报 这是确实是很可怜的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从历史上 从过去到现在 你还能够有把握说 古代人真的比较短命吗 现代人就真的比较长寿吗 长寿的定义不是在于 你的寿命活几岁 如果你活到一百岁 其中有三十年是躺在床上 那叫长寿吗 我相信各位都能够理解 不是以你活的日子多少来计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来练习下一段的经文 思习天仙的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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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改新鮮 出班早外 下風新人 下風新人 修刺口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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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走旁邊 修刺口臭 如何救度 這段我們來複習一遍 修刺天仙地仙 三改新鮮 出班早外 下風新人 修刺口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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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的解釋是說 詩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 聆聽五死天尊說法的三界神仙 紛紛出班奏約 走出朝班的行列 向五死天尊來起奏 下界的眾生 受到種種的痛苦 確實不忍心 需要神聖的五死天尊 大開方便之門 因此 請求五死天尊 大慈大悲 指引解救眾生的方法 這也是我們剛剛在經文裡面提到 三界神仙 出班奏約 向五死天尊來詢問請教 我們要如何來幫助 我們下界的百姓 所遭遇到的種種的困難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下一段經文 學莫 neste尊散 學莫天尊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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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何方言尊代子 忽用金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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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开礼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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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谢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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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氏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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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我们来复习一遍 在这一段里面有比较特殊的名词 叫金凉 那金凉指的就是 渡口上的桥梁 一些港口上的桥梁 在此比喻成接引引导事物的一个地点 那金凉也可以是说类似一个 能够接引 接引的一个 一个藏水的地方 那这一段的解释是说 三界神明 福旺 能够很诚恳的希望 无始天尊 能够开口 传递精妙的道法 并将这个道法 传给众生 利益百姓 可以进入 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法门 广开方便之门 大开利计 使迷惘的众生 能够体认道的存在 并能够获得解除 现存苦难的方法 这是这一段的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做宗教这样的一个 制业 确实是要度化众生 开方便门 能够接引 需要帮助的人 给他们一个事实的援助 我们刚刚说广色精良 能够救度更多的人 那很多宗教他就 就朝这样的一个方式前进 过去 过去像我们在这段经书里面 也有提到 就是萨真人 他有做一个 私财舍要寄群生 他能够把一些药材 能够去舍给需要帮助的人 私财舍要寄群生的一句话 那西方呢 他对于医院的一个筹建 就花了很多功夫 所以啊 最有名的一个 西方传教来盖的医院是谁 马接 马接 马接他是什么科 牙科 他一开始他是牙科 看牙齿的 那时候原住民的牙齿就 牙齿都很不好 马接就是 他是专门看牙科的 慢慢慢慢有这样一个盖医院的规模 那很多宗教团体啊 就投入了这个医院的一个建设 包含西方的 那我们邢天公也有 这样的一个 在民国八十几年啊 就新建了恩祖公医院 我们邢天公确实啊 在急难救助这一块啊 也投入非常多的精神跟能力 邢天公的急难救助 就是默默在做 我们有分三个大项去进行 第一个叫做 生活上的一些遭逢病变 遭逢变化 你在生活上有一些需要临时的救助 那我们有个急难救助的小组 透过里长 或是社福的单位来引荐 之后提出申请 第二个呢 是医疗的救助 人如果生病 在医疗费这方面 需要帮助的话 也可以透过医院的社工科 来向邢天公急难救助小组 提出申请 那第三个呢 也就是学生 同学 他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啊 在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可以透过学校的辅导室 来向我们邢天公申请助学金 奖学金 等等的这些疾难救助的一个部分 那邢天公在救助这一块呢 坚持的一个原则 我们并没有对外劝募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 要坚持 轻松 关怀 而且要尊重 受助者的感受 所以我们对于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团体 或个人 我们都会问 方便我们去探望你吗 有些人他很客气 他说大老远的真的不需要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说有机会 也可以过去看一下 或许去看了一下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一些层面 他并没有讲 但是透过我们的亲访 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 帮助人是要帮助的够彻底 那邢天公这样的一个原则 其实都源自于建设人悬空师傅 在师傅那个年代 南部他曾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水灾 叫八七水灾很严重 那个死亡非常的多 伤亡很多 在发生这样的一个灾变的时候 师傅他就指派了他的员工 立刻准备资金人力下去帮忙 需要帮助的立刻给予援助 如果有人问起 你们是哪个单位来的 坚决不能透露 玄宏师傅跟洗面工不能讲 我们做就是默默的去做 那大家知道师傅他是树林 甘园地区的人士 那树林他不是很丰树的一个地区 其实他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淳朴的农业地方 那当地啊师傅得知啊 很多穷苦人家过世以后 没有地可以葬 没有地可以去埋葬 那师傅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 就有感啊 就去他们树林那个地方的一个公墓 然后在公墓附近就开始去找地 找了很多地之后呢 把他买下来 捐给树林区公所 树林正公所 然后就告诉正公所的承办人员 这一片土地专门就是给 我们如果有需要 没有安葬的费用 或者安葬的地点的人来使用 所以师傅他对于救助这一块啊 其实都是很用心去做 很多人啊 都会透过一些媒体 看到很多团体做了哪些事情 那很多人呢 也会来我们行天公 也会问 诶行天公做了什么 我们很难去一下子列举出来 甚至有些人会说 我捐了这一笔钱 你可不可以用在 捐给台南的赠灾 我们有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捐款 各位又误会了 行天公 从来不设任何的一个捐助专款 来帮我们一些特定的一些灾变 包含过去十几年前 九二一地震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捐助 行天公任何的捐助 也都是从平常山公的结余 也就是殉众的捐助之后 我们也是用在一些急难救助 有一些结余 然后帮助重大的灾变 所以行天公在九二一那时候 一刚开始发生灾变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捐出一亿的宗教团体 行天公是第一个捐出一亿 很像发生第二天 没多久 他就捐出一亿出来 那我们也特别声明 这是行天公平常的结余的金额 来捐九二一的赠灾 因为我们认为 重建地震这样的一个建设 各方面都需要资金 那社会的救助也是非常的踊跃 但是学生他们在成长学习这一块 可能很少去关心 那我们行天公就针对这一块 来去着手 来帮助这些受灾户的儿童 甚至有些已经都变成孤儿了 那我们就要告诉他 不要担心 你在学费 生活费这方面 我们行天公会帮你来处理 这是行天公的一个急难救助 那我跟各位分享我个人的一个亲身的经历 那时候九二一的地震 行天公也是帮助了很多九二一的受灾户 尤其是学生 他们那时候是念国中或念高中 然后就栽培他们 一直念到大学 那有一年呢 我在本工服务 在事务所服务的时候 遇到一位年轻的 看起来很像就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一个年轻的女同学来到我们行天公 那到事务所她说她要捐款 那捐款就开收据 写她的个人资料姓名地址 结果我发现她的地址是南部南投的地址 那我也不以为意啊 因为写南投的地址没有什么 结果她一次捐多少钱你知道吗 三万块现金 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认为说你蛮年轻的 你怎么有这么大一笔现金 然后就捐出来 我稍微 三万块不少钱欸 那你是 我不是说打破收购 我问到底 我是稍微关心她一下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怎么会捐出这么大一笔钱 你家长知不知道 我觉得你要让你的家长知道 她说 我家在南投 那921那一年的时候 我家毁了 那家里面呢 也是有一些伤亡 那请天工 帮助我 从国中高中 一直到大学 学业这方面 帮助我很多 我今天已经出社会 我这个月赚到我第一个月的月薪 我心里面 就把这三万块钱 第一个月喔 就跑来行天工捐给人主公 这是我自己遇到的 然后我收下之后 心里面啊 很多感受 因为我们帮助一个人 他收到我们的一个帮助 你根本不知道 但是他有一天来回馈的时候 那一种 那一种心里面的感受啊 是非常深厚的 那我们一直会认为说 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不需要大肆宣扬 但是就是默默的去推动 那我们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 发生这样的一个震灾 我们就针对儿童 学生 那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要即时的 来做一个帮助 这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刚刚提到 从哪一句话来 让各位想到 广色金梁 金梁指的就是一个渡口 一个有连接的桥梁 然后就渡众生的一个单位 好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 能够跟画一点 天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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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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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逐中先 本地缩算 本地缩算 要讀下改妖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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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逐口臭 這一段我們來複習一遍 天尊嚴 逆逐中先 本地缩算 要讀下改妖魔 便逐口臭 便逐口臭 這一段的說明是說 無死天尊對三界神仙說 你們前來文經聽法的群仙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 如果要消除人世間一切的妖魔災難 使眾生能夠免於種種的苦難 這是這一段的一個解釋 那接下來的經文呢 就帶出霍洛林冠王恩主的部分 我們來看下一段的經文 我們來看下 如意好如阿道奉金冠 慕心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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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心切心中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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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井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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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损妖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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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跟着来复习一遍 这一段是说 要处下界妖魔 要处下界妖魔 使百姓免诸苦楚 不损妖狭 除了这一位神明 除了位居都天 不损妖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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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奉行刚常 无作非为 导致本身应有的福寿 受到天神的消减 并且在死后 对入地狱 透过种种痛苦的 民法 偿还在世所做的恶业 因此三界神明 恳求无始天尊 能够降下道法 为无知众生 指引一条改过向山的道路 这个时候 无始天尊便告诉 来聆听说法的群仙 他说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只有执掌 赏善罚恶的王恩祖 能够完成消灭 危害人士 诸多魔鬼 这一个任务 这是跟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总结 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诸先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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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闻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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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合公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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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待遗烈 晚客乌门 我们复习一遍 祖先早晚 祖先早晚 离门痴行 修合宫迭 为姑累乎 优待遗烈 晚客乌门 来听经说法的群仙 那便向无始天尊来请示 提到说 未曾听闻王恩主 这位神仙的名号 那这位神仙是修了哪些功德 是修了何种功德 并且能够位居雷辅 執掌赏善罚恶 这样的一个工作 而且有这么大的神威 众先愿意 来知晓其中的因缘 请求无始天尊 能够加以说明 因为无始天尊 告诉群仙 要来救度众生 只有王恩主 霍洛灵官 王恩主 能够办得到 那群仙对这一个 名称 这位神明 可能都还是第一次听到 所以他们就提出疑问 而且提到王恩主 能够位居雷辅 执掌赏善罚恶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更感到不可失忆 所以希望能够无始天尊 能够加以说明 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天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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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行是南渡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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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后千丁 混血万利 混血万利 好骨喝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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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悔作健康 悔作健康 功莫代言 好 这一段我们来 复习一遍 天尊言 思行是南渡新疆 礼佛机秀 顶佛千丁 顶佛千丁 昏邪万里 佛枯客楼 佛枯客楼 吴史天尊说道 王恩祖原本是南斗星宫里面第一颗星宿 天府星 而且王恩祖能够将火 抛到非常远的距离 这叫做 直火千丛 焚泻万里 并且 驾着深邃的火轮 能够在天地之间 飞行 游走 神功显赫 只是吴史天尊 对群仙 一个简单说明 王恩祖 他的能力 他的模样 以及他的法力无边 这一段我再跟各位补充一下 我们刚刚在这段提到 有一个蛮重要的名词 南斗星宫 南斗星宫 他说 王恩祖原本就是南斗星宫的一位神明 而且他也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离火之首 南斗星宫的第一位 那第一位是谁 天府星 天府星 那南斗星君 在过去的信仰里面 总共有六位 那分别就是 天府 天相 天良 天同 天书 天机 王恩祖他是属于天府星 天府星转 转世这样子 那 各位还没有印象 读过明圣经有没有 诸葛武侯 诸葛亮 孔明先生 他是天书 所以在南斗星君 跟北斗星君的信仰 南斗星君他是负责注入人的魂 他是给予人的一个生命 只要是人投胎转世的时候都是经过南斗星君 在预测里面注册 才能够产生我们人的心 心再转化为人 那南斗星君会在这个预测里面载明 这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 什么时间转世 那整理好这本册子之后 他会把这个册子转给明王 也就是地狱的神明明王 那实验颜罗来执行 人经过这个过程投胎转世 出生的时候一定会嚎啕唐哭 代表灵魂已经进入了这个人的人体 经过这样的一个层层的核准 进入人体之后 这个身体就有了一个生命 那用这个哭声 那南斗星君就听到 孩童的哭声 就会向上界禀报 就代表这个人转世成功了 所以有一句话 说不管富贵贫贱贱 其实都有他的定数 南斗星君是负责注入人生的一个神明 那注使的是谁 北斗星君 所以在南斗星君 北斗星君的南北斗经的经典里面 就提到了南斗北斗 淘魂注破 你看这个淘 烧淘 我们做一个淘瓷 或是一个断注 这是一个冶炼的一个过程 淘魂注破 魂魂魄是用这样的一个注练的方式 经过这样的一个淬炼 然后千转生人 能依无教法 谢以往之非 补将来之短 险敌重灾 败淫百福 这是南斗经里面的一句话 他提到了南斗星君跟北斗星君 对于魂魄的一种逃注 跟大家分享一段玄空师父惊言加剧的开示 知足不贪喜乐人生 玄空师父曾经说过 毒蛇虽毒被咬到 还有血清可以医治 生命不会有危险 但是如果我们人起了贪心 被财色名畏残住 不是应得的 偏要强取豪夺 那么不止 岁寿福路没了 在世间受苦 应作洋望 回到阴间 还要再受苦 所以人生的祸福 全系于心念的善恶 倘若我们心中有贪念 就容易沉溺于 种种诱惑而无法自拔 进而死坏作恶 替自己造下恶业 所以在面对财色名畏时 我们应该羞耻知足 清廉 安藏处顺的心态 不起贪念 自然能在得失之间 保持心灵的平和定静 享有平安喜乐的人生 跟大家来共勉 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 谢谢各位 注意请起立 请儘向文 ticking 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